欢迎收听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载之天下》,请听第232集。 就在2月初的时候,朝廷同意在拱州设置奢博物,以商人入中的变通手法向西河路加速输送粮草。 所谓入中,就是招募商人把粮草运到边寨指定地点兑换抄饮,而后商人再凭抄饮去京中或是其他地方领取报酬。 最早的时候,付给商人们的报酬是献钱和金银,后来转为食物,如香药、茶叶,而现在更为普遍的便是盐。 原本以秦奉转运司的运力,支撑起万人左右的大军,保证正常的补给没有任何问题。 但换成是三万兵马,对于陕西民力几乎就是劫责而鱼了。 能有别的手段做个补充,不论是蔡延庆还是赵须、王安石,都不会介意使用。 若是早有明证且捉有成效的手段,更是不会有一点反对之声了。 但陕西原边各路入中,商人们兑换抄饮时,发给的都是解州的池盐。 作为北方最为上乘的池盐,解州池盐的价格要远在井盐、海盐之上,所以商人们趋之若鹜。 入中的政策在原边各路其实一直都在施行着,尤其以靠近解州的赋盐和环境两路为多。 这两路的入中占取了大半的解盐份额,也因此能分配给西河路的石盐数量就显得微不足道。 为了解决几副解盐不足的问题,韩刚给王勺出的主意是用和黄荒地以及官田出产的棉花来抵数。 当时王勺有些疑虑,担心这空口说白话的荒地地气和根本还没有下重的棉花,根本吸引不了商人们的眼睛,因而为防止万一还是把言钞都放了进去,希望能用拱州的警言来代替解州的池盐。 王勺本还想过用茶做报酬,但如今茶园都给官府给包了,尤其是靠近陕西的熟中,那里的茶园有大半出产被运到西河路这里,向吐蕃人交换战马。 吐蕃人不再缺茶,换成茶叶就没有多少利润可言,所以这个方案就被放弃了。 但商人们最后的选择却证明了韩刚的正确,不仅仅是因为拱州的警言过于贤苦难以入口,更为关键的还是利润的关系。 对于愿意入中输送粮草的商人们来说,棉花如果仿成棉布,带给他们的利润绝不止300%,比起三成五成的严厉,用着最简单的算术算一下,那要强出十倍八倍,只是要稍等一段时间而已。 旧时商旅入中,拿到钞银以后,换来的官盐其实并不够补偿运送粮末的费用,官盐只是个幌子,有了这个幌子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对败出售盐末。 从党项人的清白盐池那里回忆来的丝盐,也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掺进去卖掉了。 韩刚当时是这么向王嫂解释的,有个擅长经商的表弟,让韩刚对于商人们的奸华手段多有了解。 拥有一斤官盐的量,奸商们往往能卖出十斤去,可这般卖盐终究是犯计的一件事,利润也只有三五成,哪比得上棉布的三五倍呢? 王嫂和高尊玉虽然没有听说过那段著名的对商人追求利润的行为的评价,但也算得清三倍和三成的区别,毕竟这些奸商的手段也是他们或多或少都了解的。 而对于边地的商人们,以及他们背后的豪门来说,三倍和三成他们一样也算得很清楚。 虽说荒帝尚未开垦,棉花只刚刚栽种,但以这些豪门所拥有的影响力,难道还怕朝廷转过脸来会赖账不成? 而且天子和朝堂也盼着他们能出手,让西河诸君州的出产更为丰厚,根本不可能会翻脸不认人。 只是这一切的前提是西河精略斯用过去两年里的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向所有人证明了他们能够保护大宋臣民在河黄地区的利益,否则又有谁会到西河路来冒险呢? 顺利地进了城,韩刚将景思丽送到衙门中,王勺和高尊玉都在正厅中,降节迎后。 王勺、高尊玉与景思丽说话,韩刚还有事要处理,抽个空就起身告退。 只是他一出厅门就被王后给拉住。 王后性急地问着,乡君的事,景二是怎么说的? 韩刚回头看了看正厅,把王后拉得更远了一点。 看起来他并不反对西河要这批退下来的乡君。 这就太好了。 王后很兴奋地一锤掌心。 只要他和这个知德顺君能帮我们说话,秦凤路争不过我们。 若能多了三五千户,秦凤转印丝的钱粮,几年内必然还要向西河倾解。 这事儿就再说吧,先准备着就是了。 关于乡君的事,韩刚和王少只是为了未来筹划,至少并不是亟待处理的事物,真正要对付的还是远在河州的木征。 河州城中也已经有春风吹过,从门外吹进来的风带着雪化时的诗寒,但比不上站在木征面前的这位年轻的吐蕃贵族,带给周围人的寒冷。 轻疑解鬼章 鹰勾鼻子,略细的眼睛,败坏了他端正的相貌,一眼看过去就是一个危险的人物。 轻疑解鬼章是鬼章部的新任组长,只有三十岁不到。 看到他,木征就想起了同样年轻的羽藏花麻。 不过羽藏花麻给人的感觉更为狡诈一些,他借着木征给他的许可,把武圣军,也就是西州北部,抢掠一空,直接回到兰州去。 虽然有着共同出兵的承诺,木征并不知道他能履行多少。 鬼章部位于木征的河州和青唐王城之间黄河的南岸,算是一个大部族,只遵奉青唐王城的命令,而无视更近一点的木征。 今次轻疑解鬼章带来的援军,也并不完全是他本族的士兵,有一半,而且是装备更为完善的一半,是由董瞻教给他的。 木征没有想到董瞻派来的援军主帅会是鬼章部的组长,年轻不是问题,气焰太盛,才是让木征头疼不已的一桩事。 河州山高临密,宋人肯定走不惯,等他们从临桃一路走到河州城,早就没有力气了。 无论是木征还是轻疑解鬼章,都是坚持叫着五圣军和临桃,而不是宋人改名之后的西州和狄道,这是他们的一点自尊心,虽然于事无补。 我们兼毙清野在河州城下等着宋人过来,趁他们疲惫不堪的时候就全军出动,杀光这群宋人,还可以一举收复五圣军。 要是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木征想着,只看臣服宋人的青唐部在五圣军烧杀抢队的手段,兼毙清野的策略根本就不可能管用。 可他并无意提醒轻疑解鬼章,年轻人就该摔打摔打。 如果轻疑解鬼章的失败能换来董瞻对宋军的重视,木征很乐意把轻疑解鬼章的队伍送到王勺的手上。 无视掉轻疑解鬼章狂妄自大的意见,木征对即将面临的决战有着自己的一番考量。 正面难以相抗的情况下,除了抄劫良道别无他法,如果能让轻疑解鬼章在前面吸引宋人的注意力,他就可以率领主力绕到宋军背后。 引得宋军深入河州,然后出兵断绝他们的后路,这是最为简单易行的策略,最重要的是有效。 不需要地图沙盘,河州桃西的山山水水都准确地映在木征的头脑中,他熟悉河州的一山一水,熟悉河州的一草一木,山中的部族都遵从他的分派,占着地利与人和,他绝不会像偷袭魏元宝的两个兄弟那般的失败。 从宋人占据的五圣军通往河州的道路上,适合成为宋军葬身之地的地方,木征想来想去就只有两处,是湘子城,还是科诺堡? 简单的接风宴之后,景思立被王勺的儿子领进了白虎节堂之中。 西河路的帅府中书不如秦凤路的高大,但也是一般的肃杀,与秦凤精略寺的白虎节堂另一个相同之处,就是在正堂中间同样摆着一幅巨大的沙盘。 沙盘周围是同样参加了接风宴的王勺、高尊玉、韩刚等精略寺中的高官,只是多了一个景思立没有见过的和尚,高而瘦,有着风吹日晒而出的粗糙油黑的肌肤,像是一个脱薄的苦行僧,但他竟然是身穿紫衣,这一点就不是任何一个苦行僧所能拥有的。 这位是智园上师,韩刚为景思立介绍道,阿弥陀佛,贫曾见过景都见,比两年前黑瘦了许多的智园、口宣佛号,向景思立核实行礼。 哦,原来真的是上师,弟子失礼了。 景思立连忙还礼。 老和尚身着的御赐紫衣,秦凤一带是独一份,景思立曾听说过智园的传闻,韩刚还没有介绍,其实就已经隐隐约约的猜测了出来。 号称枕脉便能断人休憩,在东京城中都是让王公大臣屈之若鹜的高僧,到了关西这偏僻之地,得到的尊敬自然更多。 对于佛教,景思立说不上信与不信,该烧香是烧香,该拜佛是拜佛,却不会把阿弥陀佛挂在嘴边。 但智园这两年的一番作为,证明了他的能力,也证明了他的名声不是平白得来的,让景思立对他保持着一定的敬意。 只听韩刚继续说着,这幅以河州西州为主的沙盘,也多亏了智园上师这两年来的一番辛劳,探查各处帆不虚实。 智园又念了一声佛号,宣讲佛法普渡众生,并不算劳苦。 智园自从前年来到王韶帐下,便被他派出去宣传佛法。 拥有佛陀护持,智园走遍河皇都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 就算落到木征董瞻的手中,他们能做的也不过是软禁而已。 吐蕃人对浮屠的信仰可以说是沉迷。 智园靠着他的口才和医术,以及宋僧远超佛僧的佛学水准在河皇帆部接下的善果甚多,他的名声也已经是不逊于王韶、韩刚的响亮。 当然,智园还是有敌人,那些藩僧肯定是恨不得杀掉让他们出乖露愁的对手。 王韶之所以会向天子要求一名高僧大德,就是因为要与藩僧打擂台的缘故。 智园是见过天子的人,英宗皇帝重病时,作为京城中有数的名医曾被招入宫中,还因此被司马光指名道姓的在奏章中抨击过。 正经如臣对僧人的厌恶世人皆知,司马光的奏章等于是助长了智园的名气。 僧人就跟名气一样,名气越大人望越高,司马光帮了他的大忙。 但智园他来到关西之后,历经千辛万苦走遍千山万水,不仅仅是为了一点名气,而是希望能更进一步的留名清史。 他兼通儒势,在儒学上水平并不比一般的共生秀才要差,普度众生的要质,智园看得很淡。 他的性格更近于儒者,对流芳百世的渴求远超普通的僧人。 与智园建立过后,景思力便专注于沙盘之上。 通过智园协回的地图,以及这几年所收集的地理情报,制作而成的这具沙盘,虽说不上多完备,也比不上拱州西州的沙盘精确,可用来确定进军路线也勉强够了。 从敌道往河州去,近三百里路,途经关爱债保多处,上上之侧是一鼓作气的将之拔取。 一旦中间有所阻碍,耽搁上一天,就是上千担的良莫消耗。 而攻城拔债并不难,难的是如何铲除穆征的势力。 穆征是赞卜血液,在河州根深蒂固,无论是将之收服还是将之击灭,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韩刚的话引来了景思力的提议,最好能设法引得他出来决战。 就算决战,都难以将他留下来。 除了智元之外,再列的都是上多了战场。 皆知任何一场会战中,就算能取得再大的胜利,要想除掉敌方的主帅都是千难万难。 除非目睁不跑,头脑发昏的准备硬拼到底,又或是官军打得他无处立足,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逼不得已而投降。 否则都很难把他彻底解决。 瞎无斥,劫无言征,也算是个例子吧。 景思力又道,那是运气,不足为力。 这话别人说不得,只有韩刚自己说才没有问题。 那就得看穆征会不会自己主动来攻。 景思力已经看出了这番对话,是王勺来测试自己的水平,便抖擞精神,说着自己的看法。 攻打我军的后路。 高尊玉不屑地冷横道,尖蔽清野,诱敌深入,然后断敌归路。 穆征能用的手段,也只剩这一条了。 这是西河·金略斯上下共同的认识。 但这个认识是取决于正面战场上的官军,能否让穆征不敢面对面的权力交战。 如果决战的兵力不足,穆征可以从容地吃掉出战的官军,然后再向后阵扑来。 今次出战总共有三万兵马,还有一杆自带干粮的藩军,加上成千上万的民夫。 人数虽重,派得上用场的却很少,可后方的守备却是少不了,无论是西州还是拱州,可能受到兰州的攻击,而且不一定会是与葬家。 党项人这个时候很有可能会出手,太过绵长的战线需要足够的兵力来保护。 兵战制度在去年的临桃会战中有着显著的功效,当然会沿用下去,只是其中要占用的兵力却绝不会少,而北面的玉藏花麻还要加紧防备,以防不测。 真正能上阵作战的主力,最多也只有两万人马。 可无论是给两万还是三万人马准备粮末,带给后勤体系的压力一样很大。 必然需要可靠的官员来主持随军转运之事,韩刚可以确定自己的必然是随军转运使之一,另外一个又会是谁呢? 韩刚希望是蔡蒙,那个蠢货之所以还能做到转运判官的位置上,就是因为王韶和韩刚都不想换个更聪明的过来,而在临桃会战结束之后,没有向朝廷汇报蔡蒙再拖后腿。 还有,又有谁能阻止想要前来分工的官员们? 别说官员,王韶和高尊玉的府中,现在都挤满了不知从哪里来的亲朋好友,都在想军中挂个名号,在军工部上分上一杯羹,让他们不胜其扰。 不过现在也没有必要考虑这么多了,兵械皆备,粮草已足,差不多已经可以出兵了。 韩刚看了看景司力,景都监已经到了,就不用担心拱州、西州的安全。 景司力惊到,靖元路的军队还没有到啊。 兵贵出齐,早就准备好了,何须等待全师齐集? 王韶的意见就是金略司的命令。 欲知,你军远来兵困马乏,在陆西歇息两日之后,再全军前往敌道。 刘元现在还会偶尔想起魏元追敌的那一夜,不仅仅是在清醒的时候。 就算时间过去了差不多有半年,他在睡梦中仍不时地会梦到率领麾下经济冲入敌军阵营中的场面。 如同恶狼冲入羊群,追赶着不敢反抗的敌人,把长枪捅进他们的后背。 长枪不知挑过了多少人的性命,枪尖上凝聚的血腥,浓得就像整个人浸泡在血海之中。 刘元只觉得杀戮的从未如此滋意,成百上千的藩人奔逃着,被他挥下的军队毫不容情地驱赶起来。 杰无言征在混乱中,不知是谁所杀,但瞎无斥的那条胳膊,刘元依稀记得他曾纵马踏过许多落马的藩军士兵。 前一次见到瞎无斥的时候,只剩一条胳膊的心进西州刺史,还拿眼睛瞪着自己。 那种敢怒不敢言的眼神,一直留在刘元的记忆里,想起来就觉得痛快。 刘元混家起身的声音,把刘元从梦中吵醒。 变得半睡半醒的时候,不知不觉又想起被流放到和黄之地的那一天。 作为最后一批被流放到和黄的叛军罪囚,上千男女老少拖着脚,经过了漫长的跋涉,才终于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 那一天的天气很不好,雨水很大,刘元还记得自己当时上上下下都沾满了泥浆,所有人都像是从泥地里爬出来的。 即便是天气已经转暖,满身肮脏的淋着雨也一样容易生病。 每一个人都惶惶不安,但当时的元边安抚司,如今的西河精略司做得不错,一口热汤就让所有人放下心来。 他们被安顿在陋西城外只有一里地的一处由营地改建的村寨,周围是保护营垒的高墙, 抬头是更为高耸的陋西城城墙。 刘元知道,在那道城墙之上有着一对对警惕的眼神,只要他们这群琉球预备在寨子中闹出点事来,转头过来,城中的骑兵就能堵上村寨门口。 不过这事也忍了,其实是两头害怕,陋西城里的官人们也害怕再把他们这群罪球给逼反了。 要缴的租税都按着正牌子的香槟弓箭手来,分下来的田地有三成是已经开垦好了的,地里的麦苗都长了极稀了。 因为是主持此事的缘故,韩刚这个小官人刘元跟他很熟悉,而之前韩刚去咸阳城中招降的时候,刘元还与他打过照面,看起来很和气。 因为救了广瑞军几千人的性命,加上又是主管军中医疗,人缘更是好的无以复加。 他们这群叛军几乎都要给他立长生牌位了。 感谢您的福音 期待呢? performed说见